树林中挂着一个巨型重检 仔细一看里面居然还包裹着一具死尸 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打算把尸体弄出来 结果用小刀一划 尸体正下方有一辆撞坏的汽车 警察看到座椅上流有血迹 划看一看内部全都被鲜血浸透 他们看到车子挂的是空档 所以应该是有人故意将汽车推下来 然后撞上了一块巨石 人就会被惯性甩到树上 凶手做这一切就是为了伪造死者是因车祸而亡的假象 他们把这个巨型重检带回了警局 透过重检可以隐约看出 死者是个白人男性 因为现在正处于蠕虫的繁殖期 所以死者才会被虫子当成食物死死的包裹起来 通过一些刚出上的幼虫可以判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五天前 而要想弄清他的具体身份 首先就要先除掉这些蠕虫 男警官怕虫子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小姐姐 小姐姐也无从下手 于是从外面逮了几只鸡 鸡仔子们饱餐一顿后 警察终于看到了死者的面貌 经过比对后 确认了死者是一名考古作家 出版过很多本考古书籍 随后警方叫来了她的妻子 女人说五天前 丈夫一个人去森林中考古 然后就失联了 还说丈夫临走前收藏了一批神秘的老古董 之后她的情绪就一直很亢奋 女人把收藏古董的房间钥匙交给了警方 这间昏暗的密室 收藏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骨头 一个奇葩女警察随便拿起一根就啃了起来 给旁边的警察都看懵逼了 她表示自己是在测试 这究竟是人骨还是动物的骨头 因为人骨上会有很多小孔可以吸附在舌头上 事实证明这些骨头确实是来自人类 经过检测 他们发现这些骨头竟是来自远古人类 这应该就是死者妻子说的死者收藏的神秘古董 作为一名考古作家 她发现了远古人 她一定会想要出一本这一系列的书籍 于是警方找到了死者以前书籍的出版商 女老板说她见死者最后一面时 死者只说她有了新的考古研究打算出新书 之后她就消失了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法医那里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看到死者身上有被鞭子抽打过的伤痕 还从伤口中取出一种动物的毛毛 检验后发现毛毛是来自俄罗斯的一种稀有的牛种 这种牛的皮毛经常被人拿来做皮鞭 想到死者的妻子正是俄罗斯人 警方再次找到女人调查真相 女人说丈夫身上的鞭痕全都是自己父亲造成的 因为他的家族不允许他嫁给外国人 所以父亲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逐出家门 女人这才跟着死者来到美国 现在丈夫居然不明不白的死了 今后女人也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另一边法医拼凑出了完整的尸骨 死者全身的骨头都被摆放的整整齐齐 法医发现他的肩膀上有伤痕 他们推测死者应该是从背后被人偷袭 然后转过身来反抗 与此同时凶手再一次攻击了他的另一侧 凶器顺着他的肩膀滑了下来 割破了大动脉 失血过多而亡 死后被对方放在了车里围到车祸现场 随后警方又在死者的肩膀的伤口中 发现了一种纤维 这种纤维一般是用来装定书籍的线 这就意味着凶手是做和书籍有关的工作 警察立刻想到了那位女出版商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女人家中 用荧光笔检测出她在地上有磷散的血迹 应该是她行凶后没来得及仔细清洗 可女人却倔强的说 那是自己的大姨妈露在地上了 另一名警察在书架上找到了一个定书机 形状和死者身上的伤痕相吻合 而且这种定书机原本是有两个 现在却只找到一个 铁证如山女人再也无法狡辩 原来之前死者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之后 找到女出版商要和她解约 因为她找到一家实力更雄厚的出版商 女人心中愤恨不平 死者多年来也没有在考古上做出什么成就 自己一直都没有嫌弃她 现如今有了重大的新发现 就一脚踢开曾经给予过她帮助的人 女人一怒之下就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男人 然而在工作关系当中就是这样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